还有呢 或者是在 金 与骨 之间 在金和骨的中间 不会在骨头上面 你看到这个骨头 硬要抽不进去 骨头也抽不进去 那也没有穴道 一定在金和骨之间 那金骨之间我们常常碰到 像脚踝的地方 手腕的地方 都是金骨之间 所以你不要砸在 不要直接砸在肌肉上面 也不要砸在骨头上面 也不要砸在金上面 所以当你穴道的位置找到以后 你就摸 就知道哪个是正确 正确下进去 就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找穴 找到以后 下针的位置的取舍 那针 这一章呢 这一章呢 第四个部分呢 我们讲 成人与小孩 成人 以幼儿 成人与幼儿 成人有不同啊 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成人呢 刘针 幼儿呢 我们有个特别名称 我们叫丹刺 丹刺 好 所谓 刘针就是我们针 下到穴道上面去以后 在上面要留二十分钟 当然我们在刘针 下进去 我们会做一些补械 但是我现在不要讲补械 我希望十二斤路前进妈妈 讲完以后 再讲你们补械 否则你现在学的补械 到时候我讲的你会忘掉 好 所以刘针 刘针要二十分钟 有时三十分钟 像中风的病人 我们可以留四十分钟五十分钟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针上面不带任何东西 没有带 没有像IB 就打那个点滴葡萄糖 或者那个 起针的时候很重要 这个拔针的时候 这个病人是你妈妈 针 指头 指头这样都穴道着 一个指头放到这边 针慢慢出来 出到皮肤毛孔的时候 可能的时候停一下 停个三四秒钟 这项拿出来 一点血都没有 这是我们基本上出针的方式 这人是你的敌人 那针呢 针头很利 针身本身不利 但针头很利 所以我们针呢 进出一定是平直进的 你不可以这样子 用这种出力的方式 这种出力的方式 会把血带出来 好 这是我们对我们仇人用的 好 那自己亲人呢 都是这样的下针 在起针 好 这是起针的方式 不要急着这样 一个是拔拔拔拔拔拔出来不好 好 那 小孩 小孩呢 单刺 小baby 发烧感冒 哦 下针效果很快 拉肚子 下针效果很快 所谓单刺 什么叫单刺 针进去 黏黏就出来了 根本 哪些说到可以单刺 但是我们会在讲经络学的时候 告诉我们 尤其小孩子退烧 哇 退烧退得很快 好 那 所以你不能说 小孩子要留二十分钟 不行 好 那幼额的定义呢 我们取单刺法 我们是以十四岁做个标准 好 十四岁 十四岁以下 全部採单刺 不留针 十四岁以上 就留针 好 下针的时候 一般呢 我们病人呢 我们会要求病人採握肢 好 躺平的长 我们有 珍珠呢 下针以后 常常会有一种现象 我们称为 暈针 暈针 这个暈针呢 我在前面急救的时候没有讲 为什么 因为 中央有一句话 叫做 要不敏玄 急服務 好 急服務 就文艺这边 那这句话实际上出自后汉书 所以要不敏玄急服務 就是说 你吃这个药 这个药 这个药都把它 利益给它 广一点 就是说 下针也在里面 反正一个治疗方式 没有产生领全的话 你的病 不会好 那我们每次扎针的时候 有病人产生 晕症的现象 起完针以后 伺候效果都很好 那可是有一种 晕症的现象 是因为你的知识不对 产生的晕症 好 所以我们平常采的是 握肢 躺到扎针最好 好 站立的时候 尽量不要扎 坐在那边也不扎 好 容易晕症 躺到 扎是最好 好 那有时候躺到的时候 你说正面扎一次 要扎背面再翻过来扎 好 你说老师这样很麻烦 人家坐到我正面扎 一背面 正面背面也去扎 可以啊 可是常常容易产生晕症 而这种的晕症呢 是因为你知识不良 产生的晕症 好 好 那病人晕症 我们怎么处理 就刚刚的急救方式 先下人中 好 下人中 那病人很倒霉啊 被你砸了针 晕症 你还都砸了人中 这更痛的各位 好 那你没办法 你就用手指头去捏它 去夹它人中 让它醒过来 让它头昏过来 不然就晕症的时候产生 不要怕 让病人躺平 好 那个胸腔的扣子打开来 让它能呼吸 好 空气让它流通 它就会醒过来 好 好 那你 对啊 你如果 在老是 刚刚的时期间放血 原来已经被你砸了晕症了 你还给它这样子搞一趟 不会死的 到现在没有说 晕症 晕过去有醒 不管它没有了 休息五分钟 十分钟之间就很好 好 如果你这样子 那么急的人 像我姓子很急 也不会急到那种程度 对吧 病人心很可怜的人 再给它火上加油 好 时期间放血 还不行 在这脚轴的地方去 回家 它怎么走 好 这不太好 太过 太过也不好 好 那这是我们的 好 下针 现代呢 我们常用的真号 像各位看到 我们有代号的 比方说三二一五 三二是一个真号 数目是越大的 真越续 所以一号二号 三号四号 四号那个真都很粗 好 你到医院去大那个IV的 可能四号五号 很粗 六号 那个一号的很粗的真 那注射脊椎五 那个真更粗 那个真比的好像铁 那个 那个叫什么 螺丝刀一样 三十二号 已经很细了 一五就是一寸半 好 那三十号就反光于比 号码小 就比较粗一点 好 三十号 好 这个就是一寸半 一五 有二八一五 我们有需要准备二十八号 平常三十二号 我们砸证就可以了 我们常常会需要到二十八号 好 为什么需要二十八号的针 因为有的时候开过刀以后 它有很多这个节律组织产生 或者很硬很皮 那个针 针架不进去啊 你知道这个样子要下去 你看它太硬了 因为开完刀有那个 Tissue 那个scar Tissue在里面 这有节律组织 非常硬 你针架不进去 那你用 好 还有些脚整在里面 里面整个是浴血块 那个针砸都弯掉了 28号的针 下进去 好 这是一寸半 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一寸半用的大部分用的 肌肉 好 四肢身上都可以砸 那手指头旁边呢 手指头旁边 你手在肥 好 也是有很 不是像 其实身上那么厚嘛 好 我们大部分就是用一寸针 刚刚这个针呢 就是一寸 一寸针 比较短 那我们砸到手上面 好 脚旁边我们都用一寸针 那这个代号 你看3210 所以三个色不变 那个粗细不变 只是尺寸变了 好 那还有呢 像这个比较长 这就是所谓 好 这个三二 这个三寸针 32号 三寸针 好 那三寸针很长的时候 我们常用的透穴 好 透穴 我们有很多地方用的透穴 那透穴的时候 那针下去当场就好 好 那我们浇到那个穴道的时候 再浇出来怎么透穴 好 那三寸针透下去的时候 你看那个针透下去 拿出来 哇 那个病痛当场去掉 好 真就是立竿见影 真就是做得好呢 就真的是立竿见影 好 立竿见影 那速度非常快 好 那做得不好呢 你没感觉了 也不会有坏事 好 除非你砸太深了 你把他负 身是井 要真的砸 你把他老师谈成 他说身是井嘛 下进去 那古人才不承担你的责任 好 你要承担 所以说 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有透穴 身上有穴 非常多的穴道 都可以透 那我会教你们怎么透 透的时候不但不伤金 不伤骨 不伤血脉 你一滴 一滴血 一滴血都看不到 针进去出来 三寸针进去出来 并且一滴血都没有 好 像这样 你們的手腕 腹女手啊 什么 手腕关节很痛 或者是脚扭伤啊 好 我们还有剧烈的头痛啊 透针的方式 针下去 当场痛就去掉 好 那我们透手的时候 大概几秒钟嘛 当场就好了 好 你要来这边 我帮你透一下几秒钟 你手臂可以动了 还是你到医院去开刀 自己决定 好 中医如果以后发展起来 全世界各地的医疗费源 会减少非常多 好 减少非常多 这是我们一个针究的观点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给主委看到的 放血针 好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用这种针 这个九针图 那这个九针图呢 就是你们在神龙 你们在神龙 你们那个 曾经大神里面看到的皇帝的九针 好 那这个九针图呢 就是圆图 也有圆样 圆寸 好 制作出来的 手工做的 那我们用的最广的呢 好 像我们用最广 像我们用豪针用的最多 那那個長針啊 那這個火針 我們會介紹到如何用燒 火針盤針 針如何過火 在肿瘤的時候我們用 像這個針 我們用火針 我們用那個放濃血 都可以用 那各種針的形狀 它有不同的使用的方向 那諸位呢 不必要去打這個針起來 這個針一套 我們在美國買了四百多塊美金 現在要送我的 那你要跟病人說多少錢 這個針一次性使用 這個只是給你看樣子 知道我們過去老祖宗用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就雜事就丟了 剛剛我講的那三種針跟 放血針還有火罐夠用了 抽籠的時候抽掉不需要下那麼深的針 那過去的 這個針呢 這個老師傅 這個針呢 這個棉布包啊 針就插在裡面了 好 今天看病人 這個肩膀痛 下針 從棉布包拿出來 嗯 隔著衣服啊 下針去了 那道阿洛老師呢 衣服拿掉 主要開放一點嘛 那針彎掉怎麼辦 因為那個雜丸筋 還要收回來 還要再用啊 對不對 那針彎掉怎麼辦 丟到地上去摸一摸 好 好 這就是 自古相傳就是這樣子啊 但那個技術 那個很麻煩嘛 那個做的很貴啊 因為以前沒有補鏽鋼啊 不是金針就是銀針 那 金要太軟 所以必須要做粗一點 銀針太脆 也必須要粗一點 那不管是金很銀 都得粗針 不然的話那針會斷掉 銀針做太粗針斷掉啊 斷在身體裡面還不了 所以斷針處於很多 那我們實際上不用介紹 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可能幾乎不會斷針 好 我們這個針不會斷 好 那針最容易斷的地方 在哪個地方呢 針餅 這是針餅 和針針 這個地方最容易斷 要斷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下針的時候 我們都留一點距離在外面 不會整支針插換裡面 留針餅在外面 一斷 斷在裡面去 那斷在裡面去的話 那你一壓針頭就出來嘛 你就抽出來了 好 那至於說 他斷針在裡面會跟著跑 那胡說八道 好 不會這樣子的 好 那平常 我們 我雜針到現在 不好年了 從來沒有斷針 因為我們那個針都是 不屑剛的嘛 好 就不要去 因為我們中醫的書非常多 過去會發生的事情 現在不會發生 你們不要去 再去想很多 好 我們叫做 十二經 他那天干 我們先講那天干 在介紹十二經路之前呢 諸位有一些基本知識一定要有 好 我們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是 甲膽 乙肝 餅 小腸 丁心 物味 丁心物味 脊皮香 因為以前取那個什麼 破那個 那個 押韻嘛 都沒有 那天干 好 那天干 有 有 那天干 有 有 有 好 甲膊 甲膊 丁心 五味脊皮香 根屬大腸性屬肺 任屬徨 癌腎 蒸胶 一向任中继 好 新胞同归与癸水 好 那 字句不重要就是 新胞就是癸 三交就是韧 好 加胆 乙是甘 这只是把它编成好像是七言绝句好 背之此而已 好 秉持小肠 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天甘 还地支的歌 还地支 地支 好 好 肺影大卯未成功 皮士 心武 小魏忠 好 肺影大卯未成功 好 肺影大卯未成功 特别是甘痛 天甘呢 有十个 地支有十二个 所以甘支混在一起的话 我们所说六四个就一个甲子的循环 那这以后慢慢我们会用到 诸位呢开始进去的时候 慢慢慢慢慢慢就习惯他 不要怕了 看着老师这个甲乙饼 我就是从头看中医的书 看天文地理的书 都是甲乙饼 那个女人认诡 指头一某城市国 谁又去 看着看着很紧张 不要怕 一步一步在里面进去 这个会用到 这个用这个甘枝呢 最主要是它的属性 属性 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属性 像这个甲乙啊 好都是木 好丙丁呢是火 好脾胃呢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是土 好根大肠啊 这个根是大肠的心汉 好这样子根啊心啊 都是属于金 木火土金水的金 我们会要用 那天干就是要取它的五行 木木火土金水 中英的五行的理论呢 就是比较让人家 不能够很透色了解的地方 就是五行啊 好这个 这个八纲啊 变质 八纲变 变质这个 辩证法 实际上 如果诸位呢 如果真正了解它意思的话 我们要找个别的方法来带用取代把它简化还不行 还必须要用这个阴阳五行啊 木火土金水 那五行呢 这个五行呢 中英是木木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那在一个形的中间呢 我们就分阴阳 好 所以阳木还有阴木 好 那有阳火 还有阴火 好 那土的阳土阴土 好 那我们 这个 木火土金水呢 刚好它有分阴阳 所以有十个 天干的会出现 好 是个 天干 耐木呢 代表干 心脏呢 是火 脾脏呢 是土 肺脏呢 是金 水呢 是肾脏 好 那同样的水是不是也有阴阳 对不对 阴和阳 好 那这个金呢 也有阴阳 所有五行它都都有阴阳的现象 那我们讲的 终于讲的脏 辅辅辅 所谓的脏 好 就好像这个字 收藏的藏 脏者 藏也 好像收藏的意思 辅呢 就是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所以我们讲脏的时候 干心脾肺肾 这五个脏 五个脏里面呢 都是 脏就是所谓的收藏 就是所谓的阴 好 阴 那腐式消化系统 就是所谓的阳 好 那这里面呢 甲胆 一干 所以木里面呢 就分了 阴土 就是干 阳 抱歉 阴木 就是干 我们讲阳的 就是胆 好 讲呢 这个火呢 有阴火 就是心 阳火呢 就是什么 小肠 所以火有两个东西 心脏 一个 小肠 是一个火 皮土呢 这是阴土 因为皮是内脏 同样的跟 它的阳土相对的 就是皮和胃 好 那肺呢 是阴脏 好 肺是阴脏 肺脏嘛 是阴 那它的 筋呢 阳的地方呢 就是所谓的大肠 大肠 那到了水的时候 我们有 阳水跟阴水 如果我们讲脏的话 就是所谓的阴 好 这个腑的话 就是所谓的阳 好 阳 所以说 肾脏是脏 就是阴 那阳水的话 就是膀胱 膀胱 用这个代号 那代号的 意义在哪里 有它的意义 我先举例 给你听 举个例 一个观念 给你听 慢慢我们会越来越深入 好 越来越深入 为什么我们中医呢 把心脏 定义成火 因为心脏不断地跳嘛 产生很多的热嘛 可是西方医学呢 不是这样子看 他们就看 哦 你半谋 必锁不全 你有心力不整 你有心肌梗塞 你有观心病 观脏 动脉胸肝 樱花 都是看它的结构的问题 都看到形 所以西医是看到形 哦 看到外形 那就看 所以西医例出来的病名都是形嘛 他没有神 那中医的西医说 哎哎哎 老哥你稍微等一下 你以为你讲完了 好像很详细 实际上楼梭塞过最大的问题就是 心呢 没有神 神为神是什么 你心脏不断地搏动嘛 你手不断地动动看 你看看你看你热不热 所以 就因为心脏不断地搏动 一天大概跳十万次以上 那你想想看 这心脏不断地跳热不热 那既然很热的话 我们没办法想之后 有个火来把它代替了嘛 对不对 哦 所以人的体温的来源 来自心脏 因为心脏不断地搏动 全身上下 就是心脏不断地跳动 体温的来源 那蜥蜴只知道后面 不知道前面 哦 体温是平均 好 就这个98 好 就比如说98 9月1月或者怎么样 哎 怎么来的不知道 哦 是心脏来的 那 哦 小肠在这边 小肠在下方 小肠在阳火 为什么是阳 因为消化系统 我们食物从嘴巴里面咬 主角以后到食道到胃里面以后到小肠 小肠就把食物消化掉 小肠是属于 消化系统是属于腐的 一个地方 好 那你为什么把小肠也定义成火呢 好 注意到 心和小肠 是表里 像这种关系 通通我们所谓表里关系 好 表里 当我们讲表的时候 中医讲表 讲的就是脏 讲的就是腐 讲理的时候呢 讲的就是脏 内脏的脏 好 这个都是表里关系 这是表里关系 这个都是表里关系 好 通通是表里关系 那心和小肠 同样被定义成火 我们小肠的第二个心脏 为什么 因为心脏你不但能产生的热 按照道理 我们人身上这个热呢 应该都往上走了嘛 热气球是不是都是往上升的 你要坐个气球把人带上去这个热气 对 你没有听过冷气球上升嘛 都是热气球上升 所以热本身的性 是不是都是往上升的 那上升的不行啊 你上升的话人就过热啊 每天都能跑出来 头上都大喊 你一直热热啊 要发高烧就走人啊 脑子就摆掉了 所以才会去制造了一个内脏 叫做肺 肺是金 在阴阳五行里面呢 火是 克金的 金呢是自火的 两个叫相制衡的 所以呢 这个肺就好像 天空一样 天上都是寒冷的嘛 都是寒冷的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把心脏比喻成汽车的引擎的话 这个肺就是水箱 因为有肺的呼吸作用 你如果只把肺当吸气呼气 然后得到空气中得到氧气 这太简单了 所以你治不好 吸气治不好肺病 但是你如果把肺当成跟心脏的制衡的关联 因为有正常的肺的功能 肺就可以把这个热呢 让它往下走而不往上腻 所以肺我们叫呼吸吐纳 念气功的人呢 吸气让气沉到丹田去 丹田就是小肠的墓穴 那气流往下走 那气流往下走的时候 造成小肠的温度 非常的热 那小肠的温度 这个原来的热的来源呢 是来自心脏 所以常人 这就是人际了 什么叫正常人 正常人 我常常在临床的时候 我跟病人讲 谁告诉你有肝病的 肝病专家 我那个肝病专家 谁告诉你有心脏病的 我的心脏科的医生告诉我 你就可以知道 外面的招牌都是专科医生 我说对不起 我的招牌就是健康医生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如何让你健康 医学很可怕 中医跟西医正好是相反的 西医是把病尽量复杂化 然后抓了掌握 他重新下定义 然后他为了证明 他的药有效 重新定义过 那中医不是一样 中医是往那边走 中医呢 只认为 什么叫做常人 那你现在 我们今天把人际教完 就是你要 完完全全 透透测测了解 什么叫正常人 当你用正常人的角度 去看他的时候 那个病你马上都看到了 可是你如果被训练起来 一开始就是 如果会去查病 查了半天 你还是看不好病 你如果 开始被我训练起来 就是 如果知道 什么叫正常人 他不正常 你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中医不是说 你要看多少书 中医要个悟 悟 悟 悟最重要 好 所以我从 我们分五套东西 来上的时候 我是想尽办法 让你了解 什么叫正常人 好 当你知道 这是正常人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 小题大做 所以正常人的定义 心脏的伙食 心热肢往下倒 倒到小肠里面去 所以呢 正常人 在心和小肠 会产生的 一样的 速度 一样的温度 一样的压力 所以中医是物理医学 你们知道 美国有个人叫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这个人呢 是物理学大师 他一辈子 他没有上过太空 到月球登陆 是阿姆斯状嘛 对不对 那他的办公室很小 他坐在里面 他用 他就是办公室 就跟我一样 黑板跟粉壁 他用那么简单的东西 就可以算到 宇宙里面的黑洞 到底怎么回事 到现在人类还没去过 可是从NASA太空中心 得来的 所有的太空中心 收到的资料 收到的资料 都是证明 爱因斯坦是对的 终于呢 就是物理医学 物理学呢 非常注重时间 速度温度 还有压力 你如果说 你把这个物理的条件有了 爱因斯坦就注重这些 速度温度时间压力 所以他可以 他没有确保那边 他可以计算出来 中医就是按照 速度温度时间压力 你的身体就是个小宇宙 里面有个黑洞在哪里 我们不用进去 找到温度速度时间压力 马上可以计算出来在哪里 同时可以把它治好 这就是中医 所以中医就是站在外面 看到里面藏什么 所以你正常的观念 心害小肠这样 那小肠很长啊 有多长我们介绍 小肠今的时候会介绍 那这个不断的在 心脏不断的在运送 热力到小肠 小肠因为有这个热 就好像食物去煮烂 用加热煮烂一样 食物才会消化 不然你把小肠当小肠 那么聪明啊 居然会消化食物 对不对 不然你把小肠当小肠当小肠